那音不应该有安乐死 这个话题其实我小时候就有了 我开始注意还有研究这个议题的时候 是当时2018年的时候 在台湾有一个体育主播叫做傅达仁 去瑞士选择安乐死 然后他又是基督徒 然后死前还拍了个影片 在上面什么感谢主 阿们各式各样的行为 撒旦的行为 如果你跟我一样是个基督徒的话 我可以给你一个很简单的答案 就是不应该有安乐死 所有的生命都是属于神的 既然生命不是你给出来的 那你就没有资格去夺取 这包括别人的生命 肚子里孩子的生命 当然也包括自己的生命 不可谋杀的意思就是 不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 而杀害一条生命 那么就包括自己的生命 也都不可以谋杀 那如果你不是基督徒的话 那我们就撇除信仰来讨论这个问题 就是什么是人权 什么是自由 自由是绝对无害的吗 人权是没有界限的吗 还是人权跟自由必须要在一定的社会框架下才可以维持呢 很多人认为自由是固有价值 这什么意思 价值有分成两种 在哲学层面 价值可以分成固有价值跟附加价值 什么意思 例如根据希腊哲学家亚利斯多德 有仪就是一个固有价值 inherent value 你不需要朋友才可以做到什么东西 做到什么事情 朋友在你身边就是有仪的价值 老婆家人小孩这些就是固有价值 你只要拥有这个东西就是拥有这个东西的价值 那么附加价值是什么 instrumental value 例如像说金钱 很有钱是一个非常棒的东西 但是你的银行里有个天文数字 不会带给你任何有价值或是意义 而是你要拿这些钱来做什么 才是价值跟意义的所在 那这里的问题就是 自由是一个固有价值 还是一个附加价值 你可以做选择是一件好事吗 那如果你可以选择做坏事的话 这个坏事的选择是否就变成一个好事了 因为这证明了你可以选择 换句话说 自由是不是一定百分之一百是好的 历史上很多政治学家会认为 自由绝对是绝对好的事 一定是一个固有价值 可以有选择的能力 是最能彰显我们是人的一个方式 那另外一边历史学家 很多历史学家也会认为说 自由是一个附加价值 自由是有规范的 人可以在有道德有美德的框架下 做出选择 这样的人的选择才有价值 自由不代表 你可以把选择做坏事 变成一个自由的代表 例如有人想要谋杀我的小孩 如果我不开枪打死他的话 我的小孩就会死 那这样子选择杀死一个人 是不是比我 就是决定要杀死某个人 没有任何原因 只是因为这是我选择的自由 好很多 简单说就是 我选择有道德的理由来杀死某个人 是不是比我选择杀人 这个样子的选择来得高尚 这个例子就是在说 我的自由 没有让我的选择变得更好 有选择的自由 没办法把一个坏的决定变成一个好的决定 反而让这个决定变得更糟糕 因为我有选择去做坏事的自由 也就是说 自由并不是一个固有价值 而是一个附加价值 你可以在好多框架内做很多不同的选择 这个是你好好的使用你的自由的权利 但是一旦你决定使用你的自由来去做坏事的时候 那你就是在做坏事了 自由就失去了价值 而且还是一个应该被指责被处罚的价值 你使用你的自由去做坏事 表示你是一个比你在压力下 或在被威胁下 被逼迫的去做坏事更烂的人 这个听起来好像很复杂 但是如果目前都还听得懂的人 请按个赞 如果已经听不懂的人 请你在下面留言说 你到底在说什么 没听懂的没关系 把这个选择权 选择的自由权 放在安乐死这个议题上面的话 就会简单很多 自杀是不是你的人权 自己决定让一个专业的医生 杀死你是不是你的人权 如果自由是固有价值的话 那就是当然 你可以选择 就代表你是一个个人 你有选择的权利 你可以选择有尊严的死 怎么死 你就是你 你想做什么就是什么 那自由是附加价值的观点的话 就是说不对 你选择死亡 就是一个非常不好的选择 不只对你来说 对社会来说 对所有的人来说 都是没有任何帮助跟价值的 而且这显示了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 一个社会允许人可以选择死亡 而且还可以允许别人帮助自己死亡 这表示这个社会不尊重生命 不尊重人命 保护人命不是这个社会最崇高的价值 整件事情就突然变得非常黑暗了 因为这个世界把自由看得比人命还要重要 在美国宪法上面写得非常清楚 有三个价值是美国政府永远都要保护的 生命、自由以及追求幸福的权利 Life、Liberty and Pursuit of Happiness 那一般的情况下 生命跟自由并不会有任何的冲突 因为不会有正常的人会选择死亡 这是哲学家Thomas Hobb的观点 保存生命是所有人最基本的动力 那如果你认为你可以随便的使用你的生命 你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甚至可以杀死你自己的话 那会发生什么事 因为这跟一个社会是否保护生命有绝对的冲突 加拿大现在就是这个样子的情况 左派会假装这一切都是为了人的自由 为了个人自由 但是我们每个人都知道 其实不是的 因为这都是都还是有规定的 如果你是个健康的人身心健全 但是你那天就是你老婆要跟你离婚 然后你小孩又死了 然后又投资失败 你就是心情欲足的很想死 你就可以去死吗 在加拿大 你还是不能直接去一个自杀中心 直接自杀 你还是要与医生帮你开一个许可证 允许你自杀 也就是说 这还不是一个个人自由 也就是说 就连这些说 这是为了个人自由的人也不相信 这个理论就跟全世界左派的所有议程一样 例如就是爱就是爱 Love is love 他们就想要用这个东西来合理化 同性婚姻各方面的 但是他们还是有自己的规定 他们不会让爸爸跟女儿结婚 或是兄妹结婚 或是兄弟结婚 就连他们也都知道 不是所有的爱都是一样的 但是他们 Love is love 爱就是爱 这是他们的口号 所以安乐死这一切东西 都是为了个人自由 包括自杀 这个也是假的 只是现在 加拿大政府可以决定 有些生命是不值得继续的 有些生命是可以自我毁灭的 那这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 这是一个政府可以掌控死亡的协议 之后会发生的事情 历史上到处都是 当掌控死亡的权力到了人的手里的时候 人就会使用这个权力做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 所有的极权国家为什么可以极权 就是因为他们掌握着生命 请各位帮加拿大祷告 抱歉 今天节目有点长 但是安乐死这个议题 真的必须要好好讲 因为不只是对基督徒来说 对无神论的人来讲 或者是对其他宗教的人来讲 也非常重要 生命 自由 以及追求幸福的权利 这个重要程度是有顺序的 当打乱顺序的时候 我们就会有变性人 同婚 变庄皇后 吸毒合法 通奸合法 到最后就是自杀合法 所以安乐死合法 是邪恶的 是没有同情心的 没有同理心的 而且是在杀人的 是把造物主最崇高的礼物 生命给政府 让人没有勇气羞辱的死去 是彻底的打乱社会伦理的 最后一根稻草 是一个生物 自我放弃当一个生物的表彰 我们骂人的时候 常常会说 你不是人 猪狗不如 或者是你单细胞生物 安乐死 就是一个人在宣告 自己连单细胞生物都不是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Ethan 更多美国情报 请持续关注AI New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